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必须立即进行改革 让人民手中有更多的钱 经济学家敦促 以色列为一场不同的战争 做好了准备 碧桂人发出违约信号 因销售暴跌而聘请顾问 黄金保持涨势 市场思考利率暂停和中东危机 以色列初创企业社区 在国内外准备战斗 等等 请大家收看 突发现场视频 驾车撞进中国驻救金山总领事馆内 司机被警卫抓住时说 中共在哪里 6度简报 10月9日 有汽车撞入中国驻救金山总领事馆 开始的消息说驾驶人被枪杀身亡 后来又有消息说被送往医院急救 警方告诉记者 嫌疑人伤重不治 当地时间10月9日下午3点钟左右 一名男子驾车闯入位于旧金山拉古纳街和吉尔里街的中国驻救金山总领事馆 当时身上带着血迹的嫌犯 从蓝色Honda叫车出来 并被警卫抓住时说中共在哪里 消息人士称 司机在车内被枪杀 但目前尚不清楚司机是被其他人开枪还是自杀 目击者称 看到一名血迹斑斑的男子被台上救护车并带离现场 目击者也报告了多声枪响 旧金山警方指示公众 避开中国领事馆大楼所在的拉古纳街和吉里大道地区 从现场情况看来 这辆车似乎冲入了Garay大街上的中国领事馆签证处并停在大楼内 签证处的入口处有一个简单的英文和中文标志 当天下午路过的当地居民表示 他们经常看到人们排队等待进入 偶尔会看到抗议活动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 有几辆应急车辆 KTVU报告说 至少有一名嫌疑人撞上了领事馆大楼并被强杀 目前尚未提供更多详细资讯 中国必须立即进行改革 让人民手中有更多的钱 经济学家敦促 南华早报 中国经济学家李时呼吁进行具体全面的改革 以解决收入增长问题并促进消费支出 李时的评论 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会之前发表的 该全会旨在关注经济问题 他强调了收入增长 对于推动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支出的重要性 这些方面受到了疫情和零新增病例措施的影响 李时还批评地方政府 在不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上浪费资金 而不是投资于教育和医疗等领域 他强调了提高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对于促进整体消费的重要性 以色列为一场不同的战争做好了准备 华尔街日报 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的军事袭击 显示了以色列军队在转向网络能力 情报收集和先进武器方面的限制 以色列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情报 网络和防御能力上投资 以应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威胁 同时减轻伊朗导弹库存的风险 然而 这些投资是以牺牲传统军事能力为代价的 以色列军队现在面临在加沙地带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前景 这将需要更加依赖步兵和传统火炮 而这些领域在最近几年被降低了优先级 军队从地面入侵转向非传统威胁的转变 使其对在加沙进行城市战和逐阶战斗的可能性毫无准备 哈马斯最近的袭击包括导弹、海军舰艇、无人机和武装战士的组合 这是以色列军队措手不及 暴露了其高科技安全方法的不足之处 碧桂仁发出违约信号 因销售暴跌而聘请顾问 彭博社 中国开发商碧桂仁控股警告称 他将迎来有史以来的首次违约 并以聘请顾问 表明他很可能进行重组 该集团表示 预计将无法履行所有海外付款义务 这可能导致债权人要求加速相关债务 或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碧桂仁最近几周 未能按时支付几笔债券利息的最初截止日期 并有110亿美元的海外债券未偿还 该集团已聘请中金公司 Hurrihan Loki和Sidley Austin 作为财务和法律顾问 黄金保持涨势 市场思考利率暂停和中东危机 彭博社 黄金价格保持稳定 因为中东冲突继续不安市场 投资者质疑货币政策收紧 是否已经达到顶峰 由于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的袭击 金价在周一上涨了1.6% 是自5月以来最大的增幅 因为人们对避险资产的需求激增 黄金还受益于对利率预期的情绪变化 因为美国政策制定者表示 最近国债受益率的上升 可能代替进一步的加息 然而 黄金的长期表现将取决于中东危机的经济和金融影响 以色列初创企业社区在国内外准备战斗 华尔街日报 以色列初创企业的运营受到干扰 因为高管和员工被征召参加该国正在发生的冲突 数十万名预备役人员被征召入伍 其中包括在国内外工作的初创企业员工 对于那些通常由年轻领导人组成的早期初创企业来说 情况尤为困难 因为他们正在被派往前线服役 一些公司的员工动员率高达50% 初创企业正在将工作重新分配给欧洲或美国的团队 以保持运营 为什么奈尔逊 佩尔茨对迪士尼的扭亏努力变得不耐烦了 华尔街日报 激进投资者纳尔逊 佩尔茨 Nelson Peltz加大了对迪士尼的斗争力度 敦促股东在下个月的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 投票支持他和另外两位候选人 佩尔茨的Try-in基金管理公司 在迪士尼持有0.4%的股份 他表示 在公司股价跌至9年来的最低点后 决定公开展开这场运动 迪士尼今年已经损失了30%的市值 佩尔茨表示 迪士尼的董事会需要更加专注和负责 他还批评了首席执行官鲍博 艾格·鲍布埃格将合同延长至2026年的决定 称着削弱了董事会的独立性 迪士尼表示 公司一直以来都有欢迎各种观点 并与股东保持建设性对话的传统 布雷特·法复尔在密西西比福利丑闻中的证词 被重新安排在12月份 美联社 在对退役NFL四分位布雷特 法复尔涉及密西西比福利丑闻的民事诉讼中 庭审听证会因运动员的律师请求而被推迟 听证会已经重新安排在12月11日举行 法复尔被指控在密西西比州滥用联邦福利资金 该州使用了7700万美元的公共资金来资助据称得到法复尔和其他有权势的人支持的项目 这些资金原本是用来帮助穷人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 让我们来做个解药总结吧 首先 中国经济学家呼吁进行具体全面的改革 以解决收入增长问题并促进消费支出 这对于推动消费者信心和整体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其次 以色列面临着一场不同于以往的战争 该国军队在网络能力 情报收集和传统军事能力方面面临限制 这给以色列带来了一些困难和挑战 此外 中国开发商碧桂园控股发出违约信号 可能面临重组 这也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黄金价格保持涨势 因为中东冲突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投资者对避险资产的需求增加 以色列初创企业运营受到干扰 因为高管和员工被征召参加国内冲突 这对于这些年轻的初创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拉尔逊 佩尔茨对迪士尼发起斗争 敦促股东投票支持他和其他候选人 这引起了迪士尼股东和市场的关注 布雷特 法福尔在密西西比福利丑闻中的证词 被重新安排在12月份 这个案件备受关注 最后 中国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 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最新例证 这也反映了该行业的一些扭曲和矛盾 对于以上新闻内容 我个人的观点是 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重要 需要让人民手中有更多的钱 以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 以色列面临的战争形势是复杂的 需要平衡和应对不同的威胁 碧桂园的违约信号引发了市场 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担忧 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需求 可能会受到中东危机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初创企业面临的困境 需要我们关注和支持 纳尔逊 佩尔茨对迪士尼的斗争 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涉及到公司治理和领导层的问题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